根据三藩市市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3年到2014年 三藩市市政府跟多个非牟利机构 一共帮助了13,994位家庭暴力受害者 金亚太义的受害者就占了23% 是所有族裔中的首位 比排名第二拉丁美义的14%多了将近一倍 就是恰伯的 不可以接受 但是那时候是会觉得很害怕 虽然家暴在美国社会中受到高度关注 但对多数华人来说 这还是一个大家不愿意碰触的话题 跟人家说出我家庭里发生过这种暴力 是很难说出的话 然后很多人就是怕怕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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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华人社区中 还有多少家庭暴力事件 是不被外人所知的呢 会发生过的话题 是会发生过的人 会发生过的朋友 家庭、家庭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人很多次以為很醜 被老公打很醜時 所以都不敢出聲 我身邊沒有 但是新聞有聽過很多 家庭暴力是指局限於肢體暴力嗎? 受害者要如何才能逃出被困的孤島? 怎麼樣才能夠終止 家庭暴力的惡性循環呢? 請收看 坐觀天下 從2013年到2014年 三藩市市政府提供的記錄中顯示 共有將近14000名家庭暴力受害者 接受過相關組織的服務 而其中有4000多人說其他語言 並且需要英文翻譯服務 而這些受害者中 將廣東話的人數接近800位 排名第二 說普通話的人數約180位 排名第六 也許就是沒有去那些西餐廳或者怎麼樣了 因為語言不通不敢去 十幾年前 珍妮在中國透過了朋友的介紹 認識了美籍華人John 三十多歲的兩人 在這將近兩年的異國戀當中 兩人聚少離多 平時只靠電話 書信的來往 結婚後 珍妮便隨丈夫移民到美國 來美國之前覺得還好吧 就是覺得自己還是應該可以適應的 但是感覺還是不錯的 婚姻生活剛開始時 兩個人的收入來源只靠這樣一個人 因為沒有工作壓力 所以珍妮想多學習生活技能 以適應當地生活 但John 總是想盡理由讓她待在家裡 還好吧 對 還不錯的 感覺 所以人不相處 其實不知道 有些東西你是感受 就是說只是通過表面上看不出來 新婚的甜蜜和異國生活的豐富 讓珍妮並沒有在意到丈夫對她過於強烈的控制 而直到婚後的第三年 他們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 但當丈夫知道她懷的是女兒之後 家裡喜悅的氛圍就被打破了 隨著孩子的出生 丈夫對她的怨言也越來越多 你會不安分啊 然後會跑掉啊 就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想控制你 就是說不讓你去學去開車啊 不讓你去繼續深造啊 反正她是用一些理由把你綁在家裡 鎖在家裡的 家庭暴力是某一個人利用一個重複的行為 去控制另外一個人 但是是在一個親密的關係當中 馮可珍律師專門從事家庭暴力 以及移民方面的法律事務諮詢 她指出 在家庭暴力中除了身體上的暴力外 還有精神上的暴力 性暴力 以及經濟上的暴力 也有家庭暴力說是 如果有一個人控制另外一個人 所有的經濟狀況 不告訴另外一個人 家裡的收入都是什麼 再是什麼 一個人做所有的經濟上面的決定 無論做什麼都覺得不好 就是翹脖子 都可以接受 受到傷害的人 其實最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 然後一個安全環境 讓他們在那邊休息或是療癒 所以其實我們的庇護所期待 建立的是一個像家的感覺 由於當時做銷售員的John 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 所以對Jenny抱怨最多的 便是家裡收入不夠 於是他自己也想出去工作 來貼補家用 那時候想去找份工作做啊 那有了小孩 那小孩也要人照顧啊 那他會建議一些 比如說你在家開托兒所啊 或者是怎麼樣 順便 那當時都沒覺得說 這是有什麼問題 在Jenny學習完相關課程 並且準備申請開托兒所的許可證時 張佑突然變卦 提出必須由她自己來領取許可證 其實壓力很大的 因為我沒有工作嘛 那他也為了搞這個 變成去 值得工作去搞的話 又去掉半年的時間 那就把基礎用了一大部分 所以就開始抱怨了 很多人可能會體驗過家庭爆裂的人 可能會知道感情上面的 精神上面的受傷和痛苦 可能比體力上面的更嚴重對吧 精神上的暴力 還包括了加害者 經常責罵受害者 以及說受害者的壞話 以施加控制 不好的女人在外面 在玩人或許什麼 或許我下一次再把飯搞砸的話 我要把你踢出去 你就沒有地方可住了 你開始的時候 還是摔摔東西啊 什麼的 後來就是越來越厲害 然後就是說抱怨好像 你吃我做我的 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但是當時幼兒園的生意 並不理想 開業半年後 便被迫關閉 兩個人的爭吵就越來越頻繁 隨後 Jenny便開始工作賺錢 工作回來 時間比較長一點 還要把所有的東西做 累 人類難免會發一下脾氣 所以就爭吵就更加厲害 這樣的婚姻生活 只持續了一年多 Jenny本以為 只要自己努力改變 就能夠讓丈夫的態度 燃化下來 可是丈夫的脾氣 全越來越難以控制 在動手之前的一段時間 就是晚上不要你睡覺 因為我要上班了 他晚上就踢桌子 踢垃圾桶 踢什麼 成真就是很吵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就會到 Tension Building Tension Building呢 是製造緊張局勢 一般情況下 暴力循環模式 包括增值期 蜜月期 壓力期 及爆發期 但是個案的情況 都會有所不同 通常在壓力期時 受害者可感受到 明顯的徵兆 可能施暴者 會為了小事發脾氣 或者是責怪受害者 而壓力會慢慢升級 直到肢體暴力的發生 這樣對他動手的那一天晚上 他們的女兒也在場 兩三歲的樣子 會尖叫咯 所以 後來都要經過很長 一段時間的指導 朋友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也建議他報警 Janny原本也想為了這個家人下來 另一方面 她也擔心離開之後 無法給女兒一個穩定的生活 可是每次想到被打的那一晚 還是很害怕 很可能就是生命的一線 所以我覺得我女兒還這麼小 不想 沒念 經過一番掙扎 她還是決定 離開政府 準備報警 她現在還依然記得 當時自己進警察局時的感受 有猶豫不 就是 靜與不靜之間 還是想得挺多的 也許警察會不相信 不過還好吧 因為說的都是實話 為了爭奪女兒的撫養權 兩人離婚的事情之後 也鬧上了法庭 因為你要去上法庭 你要經常請假 然後就覺得好像天塌下來了 Janny在剛離婚的時候 也曾向亞洲婦女庇護所 尋求過幫助 並且在他們所提供的庇護所中 贊助了一段時間 庇護所也提供法律 各方面的支持 其實挺好的 受到傷害的人 其實最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 然後一個安全環境 讓他們在那邊休息 或是療癒 所以其實我們的庇護所 期待建立的是一個 向家的感覺 洪威美是亞洲婦女庇護所的 方案管理員 庇護所共有五個房間 內部設置就如同普通住宅 而在這裡尋求庇護的人 一般都可以居住三個月左右 根據個人情況 有時候居住的時間更長 通常待在shelter的這三個月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期 就是除了剛來的時候 他們好好做修養 然後也逐漸的跟我們 他們每一個人都會有單獨 他們特別的advocate 工作人員會根據每個人的情況 提供不同的方案 討論並安排受害者 未來的生活計畫 根據反家庭暴力組織 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在2015年公布的數據顯示 全國平均每三位婦女中 就有一位曾經遭受過伴侶在身體上的暴力 而每四位男性中也有一位 有過類似的經歷 洪威美說在他們幫助過的受害者中 雖然以女性偏多 但他們有時候也會向男性受害者提供庇護 然後在這中間也會當然協助他們的法律 跟我們合作的單位 合作律師 您就是希望我們這個人會感覺到 舊金山這兒有一個網 就是我們會接你的 有很多的犯罪是懲罰 他們會害怕負責 如果他們跟他們判斷更加進行 判斷或判斷 有這種傾向的話 有這種人的話 應該馬上就要行動 就是說馬上要通知有關方面 那如果說不然的話 你呼吸他的話 那就會很嚴重 普蘭是亞洲婦女庇護所的副執行長 他說除了跟三藩市 其他相關的組織機構合作外 警察局也會將有需要的受害者 介紹到各庇護所 根據三藩市警察局提供的數據顯示 在2015年 全美共接到了248起家庭暴力案件 比2014年增加了8起 亞洲婦女庇護所 平均每年都會接到1200通 與家庭暴力相關的諮詢電話 這與警察局所接到的舉報數量相差較大 Giselle Talkoff 警官也提到 有很多的受害者 其實是不願意以報警的方式來處理 有很多的受害者 有很多受害者 是懷疑 他們懷疑 他們懷疑 如果他們 懷疑 和判斷 或判斷 或判斷 判斷 他們也不想 其他人知道 自己的事 我覺得 跟人家說出 我家庭裡發生過這種暴力 是很難說出的話 然後很多人就是怕 怕得不得了 就是怕他說出以後 你會說真的嗎 真的那麼 要是那麼 要是那麼可怕 你幹嘛還住在那呢 土蘭在過去的16年當中 也幫助了很多的華人受害者 在這些經驗當中也讓他發現 許多華人會因為一些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導致他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敢尋求幫助 人家有這個看法覺得 哦 華人家庭要是有家庭暴力 可能是因為他還沒有習慣美國文化 可能他們覺得 這個是什麼老 老的什麼中國文化中的什麼問題 他也表示 另外一個導致受害者不敢尋求幫助的原因 可能跟施暴者不為人知的那一面有關 傷害一個人 他可能對別人表面完全不一樣 所以別人想 哦這個人那麼好 很和氣 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大聲嚷什麼的 我想不出他動手的一種情況 不可能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有一點雙重的性格 就是在外是很好 所有人都說他是好人啊 那樣的 很照顧啊 什麼 但是 到了家裡以後 他會有一些感覺是 給我的感覺就是不安全感吧 目前灣區 灣區主要向亞裔家暴受害者提供幫助的庇護所有三家 其中 亞洲婦女庇護所就提供了40種語言的服務 黃亦芬就是其中一位接受過專業訓練的義工 會說三種語言包括廣東話普通話及英文的他 每周都會前往庇護所幫忙兩到三次 在黃亦芬幫助過的人當中有很多人也擔心 在黃亦芬幫助過的人當中有很多人也擔心 法律的不了解而爭取不到孩子的撫養權 冯律師也提到 當有足夠的證據去證明本人受到家庭暴力時 受害者可以得到很多家庭法中所提供的保護 保護者可以要求到100%的撫養權和監護權 監護權是為孩子做決定的權利 孩子上什麼學校看哪個醫生等等的 撫養權是說physical custody 孩子大多時間跟誰住 法官在裁定撫養權期間也不會根據受害者的經濟收入 是否會講英文或者以是否有長期留美身份等因素來做裁斷 如果有家庭暴力特別是如果傷害者對孩子有動手動腳過 或者對母親或許對受害者有動手動腳過 然後孩子所有都觀察到了過 這種狀況當中法官會決定 還是受害者一個人先照顧孩子最好 若被害者跟加害者是在合法婚姻關係中 即使受害者在家暴離婚後還是可以申請綠卡 而對於其他身份 包含未婚或處於戀愛關係中的新移民 也能夠拿到其他簽證 如果他們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或許有機會拿到其他的簽證 作為一位單親媽媽 在美國生活並不容易 現在珍妮不僅要撫養女兒 還要照顧年邁的母親 一家三口只能居住在一間車庫裡的小房子中 最主要的就是一個房子的問題 因為我的收入不高 所以我們申請那個可負擔的房屋 通常收入都達不到 達不到的話就申請不到 有這種傾向的話 有這種人的話 應該馬上就要行動 就是說馬上要通知有關方面 那如果說不然的話 你姑息他的話 那就會很嚴重 因為很多人的阿姨人 婦或嫁人 都不說話 那些文化是大問題 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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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文化的文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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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在2015年公布的数据调查显示 加州有40%的女性一生中都曾遭受过家庭暴力 而去年三藩市政府支出了超过400万的预算 用于帮助家庭暴力及其他类型暴力的受害者 而专业人士也呼吁民众共同协助受害者 以及他们的家人 想得知家暴相关单位联络方式及热线电话 可知天下卫视官网上查询